早前就有媒体报道说在内地的歌手中阿信十分喜欢李宇春 这次采访当中当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 性毫不掩饰的表达了对李宇春的看法 我觉得李宇春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女生 然后就是对自己的音乐对自己的人生都相当的有 就是自己有 冬田他这个人怎么评价 就是很随意很很很不大牌 这也是自己的一个个人魅力吧 可以把那么多的朋友围惧在自己身边 春春的造型从初到大家都觉得比较中性 对他我记得我第一次见李宇春的时候 他们都说他比较像小男孩 我一见他我就在分明是小女孩 他特别白 然后呢那个皮肤特别好特别嫩 然后他说冬田哥我没化过妆 我就没怎么化 就涂点粉底涂点口红 就涂一点点腮红 他说我不行我说你你要化 李宇春我觉得正因为人都是为他拍的 所以我就让他变成阳光从海滩回来的女孩 好像还带着沙粒的那种感觉 刚刚从那个度假 今天那时候 与他的故事 李宇春 你也做他的那个制作人 他的风格呢也是比如说 不会一下确定你知道吗 就不会抓住一个怎么样的东西 而且呢身上又被加了太多期待 比如他有他歌迷的期待 往来也有另外的一些人的各种各样 你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切实的东西 所以在制作的时候 最早我跟他合作 其实就是《皇后梦想》 他第一张专辑 里面尝试了 类似比如说比较rock的 比较band的形式的 也有一些 他自己又喜欢拉丁 也有一些舞曲型 其实是一尝试很多种东西 来选择他究竟喜欢什么 你觉得李宇春是一个 你很好的音乐实验田吗 你在之前尝试了 比如说拉丁啊rock 你觉得这成功吗 我个人觉得他其实做rock的感觉 还蛮好的 那他自己觉得呢 他自己可能更加喜欢跳舞啦 一些比较美式的音乐 没有见过场合 在舞台上是这个 你这场演唱会是不差别的那种 差别的吗 差别的差别的 我们是标准的 北京味的 显代的 主流的 腰动乐的 训练会 但是 还有一点点点的 可以该得透露什么 我觉得可以吧 为什么就是 就是李宇春 哦 这可以透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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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女之后呢 你很偏爱他吗 很欣赏他吗 其实我对每个音乐都很偏爱 每个 每个就 每个就 就我 我喜欢女孩 是 我喜欢 我第一次喜欢漂亮 我看这个 比较我喜欢 他没毛病 你觉得李宇春漂亮吗 嗯 他透白 哦 我知道 皮肤特别好 精明头剔的 然后呢 他更给我感觉没什么毛病 就是既没有当年 就参加超级女生的时候 既没有那种成名心态 那种啊 相云达的 网友 没有 呃 今 到现在了 也没有一个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就别说这种 红成这样的小门 就是我们圈那一些 就是 很多年都没唱出来 突然唱出来了 人 喝 这两年都在 你才别人就变了 嗯 他整个融合 我都觉得不怪人啊 但一生什么都没 还是很过去 嗯 这次呢 我有两个 远金长他做 做嘉宾 一个呢 就是 我特别吓 想带他 看一看 就是传统的 北京 文化 对 因为北京的 这现代文化呢 是从手术体育馆开始的 手术体文化 工体文化 到这个摇滚乐的 拍子文化 形成了 今天 在亚洲都 可能 消失了 中国的 这个 现代的摇滚文化圈 呃 但是呢 随着这个 这卡洛克这一来的 手术体文化 被击缓了 嗯 工体没了 这摇滚乐观的呢 就推进 他一把刀 所以呢 这一把刀 领到社会 把所有的摇滚乐 都推向了 另外一面 啊 那么 等于这样的话呢 传统摇滚乐的 这种最终舞台和精神 只留在一些 什么 迷的音乐节 什么 海电音乐节 但是内心音乐节 都是地下音乐节 都是 嗯 除了外国乐队以外 舞台上表演的水平 往往都是一些 摇滚乐的新人 也不能完全能把 进行摇滚乐的水平 那么我们的这个演出呢 就这么多年的 积极了 啊 所以我特想到李宇春 看一看 北京的摇滚乐观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想把他培养 成为新一代的 这个摇滚乐观 不用刻意的摇滚乐观 我觉得 嗯 但是呢 我们自个说的话 他有他的经纪人 他有他的医司 呃 他有他的制作人 呃 当然也许他将来 跟这些人的合约 或者说 或者有一天李宇春自己走 走出来的时候 啊 我可以 我当然愿意帮了 但是我觉得 这次在舞台上 我们共同演出 已经是音乐上的一次合作 还记得 我们唱的同年吗 嗯 那应该说是 网络点击里的 一个奇迹 对 嗯 那次就是 一次音乐合作 嗯 这一次会带来 什么样的歌曲呢 是全新的演绎 还是 他会唱他自己的一首歌 嗯 你没有合作 当然我们这次来 他其实以 以看我为主 嗯 捧你的场 哎 捧我的场 我为了美主 然后呢 就先来了 说 那他能不上来了 我也 拉了 拉了 然后是唱一首 他的歌 就差不多了吧 没有合唱 是他的作用最大 就像李宇春出来以后 一下把贴吧 又往前推了一步 可能贴吧 也把他往前推了一步 马上送大 您知道李宇春吗 我知道啊 知道啊 跟李宇春有关的 就是那个 百度贴吧 贴吧了 什么叫贴吧 是谁想出来 这个概念 贴吧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是百度的一个发明啊 尤其像李宇春出来以后 一下把把贴吧 又往前推了一步 啊 可能贴吧 也把他往前推了一步 是吧 我前两天的时候 是在那个新闻里 看那个 就李宇春的那个歌友会 然后他就弹钢琴 唱那个我愿意 我当时觉得 这个小孩真的是 我一直都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 呃 内地越来少女越少 我所指的 说的少女 就是说他由内而外的 他都真的是 符合他那个年龄 很像一个少女 比方是说 很多的男的 很喜欢高圆圆 因为高圆圆就有一种 就是大家 西记的那种少女的气质 然后你再看 李宇春身上也是有那种 就是少女的那种 应该有的东西 他够红吧 嗯 因为你知道 我自己是读作曲的 我知道弹唱不是那么容易 你就算是你死磕 你也得要花一个时间去磕的 嗯 那 就 你看这个人 他不管在哪个载体上面 他出现的形态 到后来都是连贯性的了 嗯 就是博客变成是一个平台而已 他的样子是一样的 所以像出现这样的照片 就怪不得别人 你比如说 因为你 这是一个没有篱笆的一个围墙的一个愿 你随着可以看得到你那是什么 我先说你啊 就我接着那个谁的时候 我就非常喜欢那个女生 攻击她的 你比如说 韩韩那天在博客的写一句话就说 你们怎么骂我都不要紧 但是你不要攻击女士 这我就就说 他跟粉丝第一次说了 你知道吗 对对对 然后我来写驴女村男的 你知道吗 你这就没意思了吧 嗯 对不对 他怎么你了 对对 你说什么 我看到驴玉村这女孩你知道 很干净 很个性 嗯 而且除了小女孩 甚至所有的 他确实有小男孩那个帅气 嗯 你怎么觉得那么不高兴了呢 嗯 而且 对待这么多滔天的那个骂他你知道 嗯 他有个什么反应吗 他有看博客吗 他有啊 嗯 而且有一个 唱歌的比较大师级的人说 嗯 不要你以为你有人气 就代表你有唱功你知道吗 嗯 那记者就很挑选的就问他 嗯 所以你对这怎么看啊 有时候说 正因为我唱功不好 才需要继续努力啊 嗯 你这就很 你这样能力气了吧 说说的很大气 就是我觉得这种都是相关联的 我前两天的时候 就是看那个美国偶像 今年 排名在前几的 都是那种长得不太漂亮 但是他真的是有那种 少女的特质 真的长得不漂亮 其中有一个黑人选手 那Simon就是一张独嘴 然后就说 说你今天的打扮 真像是你50年以后的样子 这个话要怎么回 这小女孩就说 哎 我要是50年之后 还有今天的这副歌喉 我还挺高兴的 就真的是想给他鼓个掌 这就是智慧 而且你能看得出来 他真的不是那么处心积虑的 嗯 所有的这些都一定是有关联的 嗯 所以加了娱乐圈还是要有智慧 每一个冒出来的人 我觉得智商都是很高的 而且他的心理成熟力 要非常好 心理成熟能力 对 老演员肯吃苦 新演员更刻苦 林宇春扮演戏班班主女儿 会接受拳脚功夫 王学奇把这位影坛新秀的 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 他非常有兴趣 他非常有兴趣 也非常希望他演好 呃 一遍一遍的很很辛苦的 打戏也非常辛苦 他也是在尝试电影是怎么回事 对他的一种感受 他在努力去做 而且我觉得 大家非常熟悉的朴树沙宝亮 李玉春 刀狼阿哥等天王级人后的幕后推手 北京开和麦田音乐的董事总经理 宋柯先生 有请 这个歌呢 是特别准备的 大家知道吗 来有奖中餐 你们两个都知道 这是李玉春的歌吗 啊对 是宋柯作为春春的老板 为他做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叫阿猫 对 宋柯 北京开和麦田音乐董事总经理 麦田创始人 曾任华大唱片中国区常务副总经理 和音乐总监 业于清华大学环戟工程系 现担任超级女生 民生大政等各种选秀活动评委 而备受关注 被媒体和业界人士尊为 内地唱片工业的顶尖操弹手 欢迎今天的两位家 你们认为中国的MG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流行音乐的 现在来看 当然是没有MG 但是我们有刘德华 但是我们有李玉春 因为我觉得在整个中文 中文的消费的环境里面 他们的影响力 也不亚于MG在英文的 那个市场里面的影响力 如果像我碰到 比如像朴树 像李玉春这样的艺人 我就这种感觉 不是我的能力 我没能力 就是我只是做一个 一般成文公司老板会做的事情而已 但他的所有后面的成就 都是他自己 就是与天俱来 或者是个人在后天的这种情分 带来的 给我写一下 你觉得接下来有可能成为中国MG的是哪一个 好了吗 想要吗 一二三亮提板 你两个怎么那么悲观呢 他叫什么 XX X 跟我一遇 X先生 肺之数 肺之数 就还有一些行业 就比如说 行业是不是能给他这种东西 那李玉春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写这儿不合适 周耶乐我也想写来着 但是也觉得 差点 好像也都 对 还是 宋科老师的题目 李玉春离Michael Dickson有多远 如果每个人给他加一个 他没有的 Michael Dickson有的东西 那是那一条 三位 不管他加什么 他都成为Michael Dickson 因为整个环境不是这样的 就算现在把 就是把所有的创作啊 什么舞台啊 然后唱功啊 所有的东西都加到 跟Michael Dickson一模一样 就大事改不了了 你的消费力的方式不一样 这个环境不一样了 但我仍然坚信 李玉春是内地歌手里边 最接近这种可能性 他目前他肯定不是 这点我可以说 但是呢 他有几点 我觉得就我刚才讲的 舞台的魅力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尤其在现场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说 对舞台没有一种掌控力的话 或者说一点 更选的东西 就没气场的话 你给他十个什么 什么 你给他七千万美金 拍一杯 他还是成不了 所以我觉得李玉春 还是比较接近 宋科手下有几个选秀歌手 如果说比较典型的 应该是 李玉春跟暖军 李戴妮 你认为选秀歌手会有机会吗 我觉得选秀 就是说首先 我们那个选秀歌手 要区别于那个叫职业歌手 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个时间差 就是选秀其实是一个过程 就是把这个歌手选出来的一个过程 选出来以后 他可能已经聚集了一些人气 他接下来不用努力向前去 向职业的方向去发展 那他还会停留在原来的那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进度讨论选秀歌手的同时 我觉得在众多的选秀歌手里面 只有村村一个是继续向前走的 向职业的方向向前走 最具个性选秀明星 正当我们为中国的超与菜难疯狂的时候 世界各地选秀歌手 已经逐渐成为巨星级人物 仍然是有才华 然后有梦想 有信心 我都经常跟你讲 李玉春虽然赚钱 他绝对不足以支撑 十个新人的制作费 你知道我们做一新人 我们现在做的新人男孩团体 一个团体现在还没出道呢 300万 已经300万花了 你现在搁别的商品公司 别的公司可能都疯了 说老苏你肯定疯了 你怎么敢 这么多钱 在一个偶像团身上 但是我同意他的观点 就这种东西 你必须花这钱做 你要连这钱都花不出来 你们就别玩了 所以这是在这么一个时期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期 就是说 我商品公司的所有开卖算 比较能的一公司 我们好多地方能 还能往回这么点钱 现在这状况怎么样 这公司 我们就 你比如说李玉春 我举个例子 我实话讲 我就不想 他虽然有很高人气 他跟这个 美国我像出来的人 这很多选手差不多 在人气方面 但我们也是想让他做一些不一样的 尤其这一张 你像这一张我们用了 其中70%都是从海外直接订的歌 就觉得 我觉得他应该找到一个李玉春式的一个东西 因为李玉春出来以后 他人气很高 但他唱的像某某某某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我们的初衷 还想他找到一个新的 就是他应该是 既然这么多人选得出来 那他应该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就是某个年龄层的一个代言人 那这个代言人 这个年龄层能不能出来 这个一种新的一种流行的这个趋势 我们还是很有想法 像李玉春 他实事实地说 就是他的个人的那个 就是与众不同的地方 好像还没有特别得到体现 跟他一人自己可能关系很大 别的我 别的这个艺人 我可能不好讲 但是我觉得李玉春的这个 我觉得可能现在啊 我需要 这个给大家一个机会 我希望你们看那一次现场 现场 我觉得他的现场更说明问题 就是 因为李玉春确实是一个 非常现场类的歌手 如果我告诉你 大家对 当年大家对李玉春的这个 唱功质疑的是最多的 但我要如果咱们刚刚聊到这个Fergie 如果我跟你讲 李玉春从何到尾 一个嘉宾没有 二十二首歌 现场乐队伴奏的 绝对不是对口的 其中有一半是 宰歌宰舞唱 整场一直保持一个 高耗的一个状态 我要这么跟你说 你真看完了以后 你就觉得李玉春是有过去 李玉春觉得 那真是有机会应该看一下 你觉得应该看一下 因为我们很可惜 就这次北京的这个 因为奥运这个问题 场地一直没解历 本来我是想 北京这次 我让很 就是所有我圈内的朋友 都去看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可以很骄傲 让大家说 你来看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场歌手 非常好 就跟我们聊风 也是差不多一个意思 就是你很难想 我很多音响师 就这次 刚刚调音响师 这个这周巡演 不是舞场 那音响师以前 大家想想都唱 我说李玉春 行吧 他是不是就是人 真的 调完一场以后 下来这个清空院 跟我说老宋 我看你这 你签对了 说这也太厉害 这女孩 有她的这个 我还是那句话 就我觉得 一个艺人 就像这个 咱们聊 刚才这好些艺人 都一样 说她能受到 这么多人欢迎 我告诉你 她一定有 她的厉害的力 而且这个厉害 还是既有天分 又有这个 后天的这个努力 很多艺人都这样 这个 李玉春 你如果没见过 她现场 我认为你没法 还没法对她 做出一个 最客观的 最全面的评价 有多少集 这个很快就会有 因为我们今年 还会再做她的演出 我觉得你一定要 看她这个 但是李玉春的票 一票难求 这个 一般 我就 我本来北京这场 我真的是想 我说你们给我 流出 三百张来 我自己花钱买 又确实一票难求 而且她的歌迷 从来不要票 就是 别 就算是人认识我 掌管认识我 说 我把钱给你 我只是想买一张 位置更好一点的票 就这种 这种 我觉得 她你看 买正版 她的歌迷买正版 然后 绝不买黄油票 这个 或者是什么 买正版的这个门票 我说 这先说啊 人家 这个艺人和他的歌迷 再帮我们这行业 建立这个新的 这个 好的 这个 健康的习惯 对 这个是很难得的 如果有这个 咱们刚才聊半天 什么猫烫 什么就都重来 如果 我讲 如果咱们现在还把 台卖当成一个 独立品牌的话 那李宇春是我们 这个独立品牌 非常值得骄傲的 这个 艺人 这边 否则我 我不会有那么骄傲 我如果觉得 她比如 在外地演演就完了 我现在特别希望 你能去看 真的不错 这个是一个 那现场出来了 可咱们这 很多歌手 不是唱现场出来了 咱们实话 现场的这个功底是不行 刚刚说到 李宇春 我为什么喜 我觉得李宇春 我很有信心 这少人现场 是对不对 现场就是厉害 不和别 可是你现在 你很多歌手 你给他来一个整场 你来三首吧 乐队的 不怀音 怎么回事 有多少个瞎 走了一大路 九九霞 九九霞 可这些啊 就别说 他这种实力发现 偶像卖歌手 对 拉宇春 这些都 要是说这都是 基本功都特别扎实 我很好 有时候真的比不了 就是说 你说咱们 就现在摇滚乐演出的 这个场地 是不少 但是说 你说流行歌手的 这个演出场地呢 好像很难想到 就是那种小场地在哪 也看这个人 你知道陆宇春在中学的时候 就已经被同学追了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中学都办过歌唱 怎么办 就是学校的演出啊 今天这么周 我林宇春一尔啊 然后就是唱完歌唱以后 就同学都拿来当明星啊 人家中学就是 然后再 后来去穿音 然后再到这里 他这个过程 你想想 也不说咱们这儿没有这个机 这个是整个这个体制内 大家对这个歌手的要求 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要签一歌 您要现场都不行 我还非得签你吧 音乐会 我进去以后里面年轻人 都这样看我 斜着 那意思就是说 你这老头子跑来找什么乱呢 但是我愿意 因为要跟着时代同步的话 就得有一颗年轻的心 我更喜欢春春 打他一出来 就超女那时候 第二个超女 张亮颜他们俩一块来 我更喜欢春春一点 风格 味道 像刚才我们 我们俩介绍的 出演那个S7啦 什么什么 潘雨薄啦 这 很熟的 太医者欢迎 欢迎 你看谭老师得意的啦 太过奖了 你干嘛缩在那个小角落里 靠近一点 往中间坐点 架式来 低调嘛 太过奖了 他是与张亚东起名的 顶级音乐制作人 纳音 孙楠 李宇春 等歌坛博弈人物 都曾逼要他 作为川级制作人 及演唱会剑制 他是最了解 大牌秘密的神秘人物 乐坛怪彩 敢跟李宇春叫板 敢对纳音 敢跟李宇春叫板 和敢对纳音说不 这两个人真的你敢吗 敢跟李宇春叫板的话 我觉得 跟他舞蹈叫叫板吧 你可以自信一点 因为我演唱会完了以后 在庆功宴上面 我也就跟他一起跳了一下 但是感觉纳音 所以纳音演唱会 我觉得李宇春好歹 就岁数轻一点 纳音大也大呀 什么没见过 对 我怕的就是那种 就是自己有概念 但是又不懂 就是自己有一些概念 但是不能就是量化 我们现在就是歌手的量化 比如李宇春 比如纳姐 哪不舒服 我觉得这个录音的时候 你麦克风的比例给我没调好 或者压缩少了什么什么的 说得出来 但是李宇春就有点感觉 他是一个话特别少 就是他其实 我不知道你跟他的交流方式 沟通方式是怎么样的 我们俩就是 你看这个地方 我看这个地方 我说 哦这样 行吗 酷 来吧 走一遍吧 其实不看谁 就没有眼神交流 有有有有眼神交流 眼神交流 有眼神交流 但是交流一眼就不好意思 我们还看不清楚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心照不宣的 就是上次有一次 就是今年3月27号演出 演完以后 青宫夜上面 我们俩在一起 他就过来 也不看我 也不看他 喝酒 来喝一杯 我行 来吧 喝一杯 他说那个什么 这次谢谢啊 没事 会不会两个人面对面 明明就是在一起 就面对面还互相发短信 就是不说 这个有点过 没有 可是就这样风格的交流 你们会有争执的时候吗 会啊 因为是这样的 他 我觉得李宇春有一个特点 是别人 很多人无法 就是去相比的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迅速的成功 每天要经过无数的事情 是别人正常明星 无法做到的 所以说在他心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 就是感受 所以说上张专辑 我们合作 他写词 写得非常漂亮 写了很多词 对 写了很多词 他写词写得非常好 我就觉得 这个是应该的 因为他有这么多感受 他能写 他才能写得出来 这样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他面对十万人 一万人 和面对我是一样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奇怪的 按理说应该对你好一点 会有一个更那个什么 不是 他真是这样的 他上台 嘿 大家好 下台也这样 一哲哥你好 一样的 淡淡的 淡淡的 所以我觉得 他 黄小明可是一位 按老演员了 按作为一位前辈 作为一位老演员 黄小明评价器后辈 李宇春 会怎么说呢 黄小明日前驾驶帆船 在深圳大亚湾出征 第五届中国杯帆船赛 首次出航 小明就在船长的指导下 亲自驾驶帆船离港 一路上他显得格外兴奋 小明最近正在赶拍电影雪滴子 而影片今天也首次曝光了 黄小明的狼人造型 谈到全新的角色 小明直言要暂时保密 不过对于跟李宇春的合作 他也表示非常愉快 我很喜欢他 然后我觉得他是 他的天生的那股劲和那个性格 就是一个天生做演员的料 对 如果我跟他打赌 我赌他这次 如果因为这部戏拿奖了 他就要欠我 要在今后的音乐道路上 不断完善自己 这是所有新人 必须坚持的信念 尤其在选秀歌手中 更要注意 这点小柯老师就认为李宇春 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榜样 我这两年看到的 我觉得李宇春 进步非常大 他前一段 我自己又做了一场片 然后我 偶然在电台 听到了两个当局 不太确定 不太确定 不太相信 微乎人很想你 因为之前那一节 他刚刚拿了冠军 我们就一起演出的时候 我听过他唱的 那时候唱的实在是不太好 然后经过这一年 他就在自己努力 就是在进步的 甚至进步创作 然后在演唱上 都有很大的进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歌手 一个选秀出来的歌手 应该去做的事情 就是你靠媒体 靠人气 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之后 那么要做的 首先就是一个自我完善 你要对的期待 如果说真的想像李雨春那样 有这么大的一个进步的话 小柯老师还特别强调了三点 就是高低 长短 以及强弱了 其实高低应该指的就是音准 长短应该指的就是节奏了 强弱 其实指的就是修养 这应该是作为一个歌手来说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才会考虑到外在 或者说舞台的表现力 形体等等各方面 所以说歌手真的不是谁都能够当的 这真的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 之前江坤作为嘉宾 出席了红歌中国型 丁小红音乐会的发布会 虽然是相声演员 但是江坤对于唱歌并不外行 而且唱起红歌来 他还具有一大优势 我们坐在大陆上 一些方法都张扬 我们这一代就等于沐浴了 这红色这个旋律呢 长起来的 是吧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像雷锋之歌 我们走在大陆上啊 是吧 这个 现在很多 这个 孩子们都没有听到过的歌曲 是吧 在江坤眼里 现在的年轻一代喜欢的是周杰伦 李宇春这样的歌手 可对于时下流行的音乐 江坤却有些犯晕 那就是我说的一个相声 我编的相声 但是也是从事实而来的 江坤不太能理解年轻人在音乐上的喜好 而就在不久前 江坤恰巧与李宇春一同出席活动 刚下飞机 当时这边后背的超高人气 令前辈江坤有点受冷落 整个机场都沸腾了 李宇春爱宁 大家看的 我们这看的 后来我找不着车 我这边打低走的 真的呀 不了解 但我知道他是很不错的孩子 因为我们一起参加过几次公益活动 他表现都特别 表现都特别好 我听不懂 当天的遭遇让江坤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慨 不过在三十年前 当时的江坤其实也有过这样被观众围追堵截的经历 我到义和园去 那义和园整个就是 整个基本都把我和李文华围在中间以后 最后是四个小时不能动 然后最后是派出所出动 打开了人道以后给救出了 我看两位喜欢流行音乐 当然喜欢 而且你看我这个 特别喜欢 你看我想喜欢那个李雨春 张亮颖 张亮颖 上文杰 上文杰 你跟谁投过票吗 这事你也知道 我自己做这个节目做这么多点 老师交代 我给李雨春投过票 我没跟他说过 你没跟春春说过 我下次一定要跟他说 首次爆料 他一定很开心 每次我看他一表演的时候 我就眼前一亮 我记得你们前一阵春节晚会的时候 唱歌唱得特酷 哎呀我春春太酷了 唱那个Why me 对 棒极了那个范 刘老师 您平常听不听这种流行歌曲 流行音乐我听的比较少 除了蔡国庆之外 你还最喜欢听谁 对对对 我觉得我觉得李雨春是吧 确实很棒 这两个大碗节 哇 这个好高的 人的状态啊 和感觉 决定了他的艺术状态 李雨春的这种好 不是一个一般的好 他是超长的好 要不怎么叫超女呢 对啊 这也太太对了太对了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 谢谢 欢迎 欢迎 好 接下来这位就厉害了 这位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媒体的相当多的工作 因为他从事的媒体的各个 我觉得各个行各个工种 对他都有经历过 看起来非常年轻的他呢 其实已经是多年资深的工作经历了 对我们欢迎刘童 欢迎他 好帅 刘童你好 你好 哈喽 好 我们刘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都做过什么工作 大四毕业的时候在节目做实习生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做电视节目的编导 编导 然后做记者 记者 完了之后呢就做娱乐节目的策划 完了之后呢就去做这个娱乐节目的主编 然后又跳槽回来做娱乐反弹节目的制片人 现在在做我们公司的活动公司 就是专门做情绪演唱会啊 张星哲演唱会 然后同时现在在监管一个日播的反弹节目的制片人 刘童我想问你 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不是已经够了 刘童可以说是把艺人已经是了解透了 对 几乎华语娱乐圈的艺人 你应该几乎都有打过交道 基本上都打过交道 你觉得什么样的艺人是你很喜欢去访问的 我认为有四种艺人 那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真诚互动型 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回答你 然后呢就特别的真诚 然后他也不会去假装 对我觉得这样的艺人就是很好的 那第二种呢就是这种引导型 引导 第三种呢就是这种斗智斗勇型 比如说像王菲和李宇春 对然后呢就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只爱跟这种特别有耐力的媒体打交道 比如说比方说有媒体问李宇春 他说青春你知道吗 最近有好多好多女人也喜欢你 你对这个事怎么看 李宇春就会看着他说 有人喜欢你不错了 那么最近有很多很多的男人也喜欢你 没有人喜欢我才奇怪呢 这个也不错啊 这个也不错 还挺好的 然后第四种就是那种 就是互不相欠 然后呢各取所 印尼圈即出演陈可欣导演的十月围城 广受好评之后 又获得另一位大导演徐克的青睐 受邀于陈坤周旭范小轩贵伦美等著名电影人 一起出演新片龙门飞甲 我们知道你之前应该没有想过 能跟徐克合作吧 完全没有 对啊 我们今天采访到了这个戏中 刚才你说的很多人都帮助你 采访到了陈坤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 有一天呢我们在拍戏 在沙漠里面很辛苦 我在这边拍呢 就是也是武打的戏 那B组那边在拍的时候 我就听到那个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说那边是谁 他说是春春在那边 我就走过去看 开着玩笑 因为我当时拍完了我这一条了 走过去看他 我本来想跟他开玩笑的 但他看他一脸严肃的坐在那里 那之后再看回放 我也在那看回放 就武打刀 武打刀 非常的帅心的一个形象 拍了快十多条 但是导演每次说 请你再来一次 导演说好 他画非常少的 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他就坐 唧唧唧唧唧就开始打 打得不好 他那是哈哈 他就说我再来一次 所以每次我看到你在舞台上的自信 和那种小的感觉的时候 我就认定你是一个 内心强大的人 那我也一直觉得 只有内心强大的人 才是让我尊重的人 在演艺圈里面依然是这样的 所以让我们把最正面的能量告诉自己 我们是最好的 并且此时不好又怎样呢 只要我们有一颗不懈努力的心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做得最好 就好像未来你的表演事业 一定会像你的歌唱事业一样 闪闪发光 我们一起加油 好 会说啊 你接的呢 你接的说得好不好 所有评比我好多了 哈哈哈